Hello,大家好,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今天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我庄野杂谈加拿大整整第100期 对我来说也算实现了一个人生小目标 咱们不是正在讲温哥华系列吗 先把温哥华系列放一放 今天咱们就放飞自我 专门搞一期庄杂第100期大庆 不是说什么庄杂呀 就是那个庄野杂谈加拿大嘛 我给简称叫庄杂 听起来好像我这开了一个大杂货铺似的乱糟糟的 其实一点也不乱了 毕竟做这些视频呢 我也是查了不少资料,费了不少心血嘛 所以说呢,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那当然了,咱们温哥华系列呢还没讲完啊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 其实已经总结出来了这个大温哥华地区的N大景点 咱们从下期开始呢就一个一个开聊啊 不过这期咱们还是说一说这个总结啊 说一下我做这个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呢 这两年呢我走过的路啊 或者说是感受或者是心得啊 你看,这都快两年了 我第一期我记得是从2020年的6月份开始做的嘛 到现在你看时间真快啊 马上就到两年了 首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庄野杂谈这个频道啊 其实呢这件事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想法啊 但对我来说其实它也是一个必然 为什么呢? 因为这跟我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啊 首先呢您要知道我是一个理科生啊 我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嘛 在国内的工作呢也是跟电脑跟IT服务相关的啊 公司呢在当时也算是知名企业了 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呢也算是大厂 而且呢我也是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的中层经理嘛 你说如果我的技术水平不过关的话呢 能混到中层吗? 所以说呢我在别人的眼里面呢 那就是一个非常正经的理科生啊 但是呢我又是一个比较另类的理科生 因为什么?因为我对这个语言艺术呢 有一定的爱好和钻研的 这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 我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媒体从业经验 我在文科方面呢一直很强了 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稀松啊 琴棋其实就是半调子了 那水平不高 但是书画呢自认为还是不错的 不过除了书画之外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特长 其实还是在这个语言类这个节目的表演方面啊 你看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呢 我打过快板也玩过相声 而且经常在我们公司的这个文艺会演上呢 主演一些压轴的小品啊 所以说语言类的节目呢 我其实是有一定的语言功底的 而且是一个创作型选手 经常自编呢自导自演呢一条龙服务啊 另外也跟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一些科普类节目呢 也合作过在里面出演过一些配角 哎你别吓着啊 就是就是小打小闹啊 演的也是傻乎乎的 后来经过剪切之后呢 也没有几秒钟的那种打酱油的角色 说白了我只是一个文艺票友啊 但是我很喜欢干这个 其实我就觉得吧 我要是一没有出国的话 一直在国内待着的话呢 哎估计有很大的可能走这个脱口秀我这条路啊 可以走通 只不过那个时候呢 这个国内呢 还没有脱口秀这种文艺形式嘛 我经常还还还做梦嘛 你说我要是那个年头就出道的话呢 那现在就没他理贷什么事了 我吹牛呢 你千万别当真啊 后来我在2005年的年底啊 来到加拿大以后呢 实际上就是放弃了我在这个中文方面的优势啊 这其实是对中国文艺界的一个损失啊 不闹啊 其实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大概是2006年到2008年那阵啊 我业余的时候呢 也经常做一些文学创作 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创作 主要就是写博客啊 写了不少比较有意思的专题和文章啊 你比如说谈一谈加拿大的生活啊 美食啊 什么衣食住行啊 怎么怎么考驾照啊 这些比较实用的知识啊 另外呢 每年我还动不动就吐槽一下这个春晚呢 也攒了些粉丝啊 只不过没坚持下去啊 写着写着就不写了 之后呢 我就开始混论坛呢 通过论坛呢 认识了一些好朋友 后来呢 我又从混论坛过渡到开论坛 在2010年左右呢 自己呢 也当什么坛主啊 结果呢 头这个大呀 有人说 当坛主还不好吗 多受人尊敬啊 有什么头大的呢 好啥呀 好 天天吵架呀 各种观点呢 这论坛里面的是各种交锋啊 也是 也都是人才嘛 所以说 你思想不可能统一嘛 你慢慢的呢 这个论坛内部呢 就发展出无数的小团体啊 后来的这些团体之间呢 就发展到什么 互相争斗啊 互相对骂呀 是吧 虽说我自己没有参与了 但是 你架不住 你总有人要求你 作为管理人员 你应该删除掉对方的不当言论嘛 其实我倒是很想主持正义 可哪有正义啊 你说在这个论坛上面拌嘴 那不都是什么 张家长李家短 话敢话才吵起来的嘛 你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都是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啊 没什么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而且你让我谈主当法官给你们断案 怎么可能呢 当谈主其实最忌讳站队啊 你两边都是朋友嘛 你向着谁都不合适 所以说呢 我当时也是搞的焦头烂额呀 也幸亏那个马化腾救了我呀 随着那个微信呢 在2011年以后的普及嘛 这个论坛这种网络社区的形式呢 也慢慢的开始走下坡路了啊 于是呢 我论坛里这些一个个的小集体呢 也都有了他们各自在微信的群啊 找到了自己的组织 都去微信了 我一看正好啊 既然你们都有了去处 我正好就借坡下驴嘛 我记得是在2016年吧 我就彻底把这个网站呢给关了啊 哎 你问哪个网站呢 这就不说了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出名的大网站嘛 后来呢 我又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呢 干了一段代购生意 干了四年吧 从那个2016年开始 一直到2019年疫情之前呢 等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 我就不干代购了 为什么呢 我怕死啊 一天到晚的静窝在家里面呢 自我隔离嘛 这还带个毛线带啊 不过代购这个生意呢 可能有些人会对代购这个行业有偏见呢 觉得这个行业门槛比较低了 但是呢 我不这么认为啊 你要是能亲自做一段时间呢 您就知道了 这里面其实水还是挺深的啊 也非常好玩啊 回头我有时间的话呢 给你们详细聊一聊啊 这里面挺有意思的 我干代购的成绩干台行吧 不是最好的 但是也不是最差的 老实说呢 我当时做代购 比我做那个网站挣钱 但是也就只能挣一些零花钱呢 你指着他以后想退休 那不太可能 也许有人可以啊 但是我不行 主要是因为我拉不下来脸啊 也不能跟那些亲戚朋友们 客户们太斤斤计较的也不合适 挣钱倒是其次了 我觉得只要不亏钱就行啊 主要呢 就是锻炼一些自己的交际能力 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啊 你还别说 这方面收获还是挺大的 你不说别的了 就说这四年之间呢 我的这个朋友圈里的联系人呢 从几十人一直壮大到一千多号呢 真是攒了不少客户啊 而且也积累了不少非常好的朋友啊 现在你要是打开微信朋友圈的话呢 还经常看到一些不少 我都忘了名字 忘了是谁的呢 当年的客户们发的一些朋友圈啊 有人说你攒这么多朋友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你看每次回国呢都有犯折嘛 顿顿不重样 竟记着吃啊 后来呢 到了2020年呢 从4月份开始呢 我不是因为疫情吗 居家隔离吗 一直在家上班 你看你不上班不出门 你也没地儿可去啊 你想出去玩吗 到处都关门吧 就算开门呢 他也是需要预约啊 所以说你看这种情况下 你到处跑就不合适了 也没地儿可去 待在家里除了工作之后干什么呢 我想要不然就干脆做一个YouTuber吧 这不是为了挣钱呢 我其实就是一个爱好啊 你看我之前的经历 您说实话 我不做YouTuber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你看我喜欢服务公众嘛 又喜欢交朋友 又喜欢表演 喜欢一些语言艺术 文学工底呢 也还行 那就做呗 省得我一天到晚 因为来了加拿大之后 丢掉了我的这些中国语言文化的 基本功而遗憾 于是呢 就这样呢 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YouTuber 咱们国内叫做up主嘛 这个频道的名字 我就定为庄野杂谈呢 但是呢 您需要知道一件事啊 这也是我在节目中第一次透露啊 你别看我庄野庄野的啊 还有一些姓庄的粉丝呢 管我叫本家啊 其实这里面有个误会啊 其实庄野只是我的笔名啊 听着比较文艺范是吧 而且这个庄野这个笔名也不是瞎起的 跟我的真名其实有一定关系啊 但是有一点 我其实不姓庄 我的本性呢 其实姓陈呢 耳东陈 在中国这是一个大姓啊 但是呢 你们自己偷偷知道就行了 也不需要老陈老陈的叫我 因为你要真用老陈来叫我呢 估计我也不太习惯了 而且我爹 我爸爸 他的同事呢 一般也都管他叫老陈 所以说你要是一喊我老陈的话呢 我还以为我爹大驾光临了呢 另外咱们再举个例子啊 你就好比这个鲁迅吧 大家都知道了 鲁迅他也是一个笔名嘛 他本人其实姓周嘛 但是咱们不能因为人家姓周 就喊人家老周 或者周迅 那人家周迅也不干了是吧 所以说你们还是就叫我庄野就行了啊 我也习惯了 或者说你不喊庄野也行 喊我庄哥 野哥 小庄 庄少 够嫩的 庄爷 庄大爷 老庄 庄老 庄子 庄孙子 都行啊 你们开心就好 这是名字啊 名字选的是庄野 选什么话题呢 你想啊 我既然人在加拿大啊 那就说一说加拿大呗 说加拿大说点什么呢 加拿大有很多事情可以说嘛 你要是说热点新闻呢 实事性比较强啊 这个其实我不太喜欢 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反复可读性嘛 你过了一周呢 你这个新闻实际上就成了旧文了 就沉底了 没有任何的回看的价值 我不喜欢这种啊 表示对不起我这份辛苦 我其实是希望做一档有自己特色的这个文化传播节目 你要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呢 再回头看这些节目呢 依然能够获得一定的收获 这才是我的目的啊 所以说我就选择了这个加拿大的历史旅游 和这个文化这个主题啊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油管上的华人媒体了 关于加拿大的这些历史和文化知识呢 在中文圈里面其实还是很少见的啊 就算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寡边的介绍啊 也都是有各种错误和不准确啊 因此说我觉得呢 我这份整理和总结工作呢 其实意义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于咱们很多的华人新移民来说呢 了解加拿大的文化和历史啊 其实对帮助华人移民呢 尽快融入本地社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呢 我自己对加拿大的理解也只是皮毛啊 当时我就觉得呢 这个加拿大其实没什么历史啊 城市呢也就那么几个 天寒地冻的 十省三区也没什么特殊的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顶多说几集就完事了呗 我就换话题了 结果这我这一头扎进去啊 我这才发现呢 这可是一个宝藏啊 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和这个传统文化啊 你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这边的文化 它其实它的源头是根植于这个英国的殖民文化 你再加上这个东海岸呢 有这个英国美国西班牙 葡萄牙这些航海列强们呢 在这个北美啊 跑马圈地的这几百年的历史啊 你再加入这个本地原住民的这些悲催的历史啊 这几大势力之间呢是相爱相杀这个传奇故事啊 绝对可以说是挖到了宝藏啊 您就想吧 它每一个省份呢 每一座城市 甚至说是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 每一条街道 都能挖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出来 一开始呢 我是两三个省一起讲一集 你比如说我第五集 你看草原三省嘛 三个省加在一起讲了一集 然后呢 这个就开始讲得细了 一个省讲一集 你比如说第七集讲阿省 后来呢 又又开始细了 我一个省呢 讲两三集 你比如说我那个海洋三省中的 New Brunswick和PEI嘛 再后来呢 讲的又细了 一个省呢 平均能够讲十多集啊 你比如说那个Nova Scotia和Newfoundland 一个讲了八集嘛 一个讲了十八集 后来到了魁省呢 那更过分了 讲了三十五集 这里面 光讲这个蒙特利尔一个城市 我就讲了十九集 所以说您能看出来啊 这里面的东西 其实是越挖越深 越挖越细啊 越挖越有意思 其实我自己也是受益良多呀 我其实对加拿大也是经历了一个 从无到有 从一无所知到 逐渐深入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而且这些知识呢 我不仅仅是通过查资料啊 查书本啊 查到的啊 有不少呢 都是通过跟咱们粉丝啊 和观众的这个互动和反馈中学来的 还有不少粉丝 特好啊 看得特仔细啊 帮我挑出来好多错误啊 外加各种批评指正啊 我特别感动啊 你比如说那个 你说魁省的时候呢 我因为不会法语嘛 那时候读音有些谬误啊 还有那个讲那个海洋三声 讲龙虾的时候呢 我竟然把那个湖北的前江呢 给说成了福建前江 闹了不少笑话 另外呢 还有两集啊 我把那个老特鲁多和杰克逊的这个生族年份呢 给写成了华盛顿的这个生族年份啊 这是我教队的时候一时粗心啊 另外还有对那些宗教界人物呢 我有的时候聊的时候呢 调侃太过 不太合适啊 另外你看还有那个绿山墙的安妮那集 这集我其实自我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呢 后来呢 有一位在英国生活的这个粉丝呢 给我指出来节目中的好几处错误啊 具体我就不说了什么错误啊 您可以自己去油管上看一下那集 然后呢 再看一看下面的评论呢 他的这个指证错误 我已经给置顶了啊 所以说您看呢 有这么好的粉丝 那真是我的福气啊 有人说庄严 你干嘛咬着牙说呀 是不是被人家批评的时候 这个心里特难受啊 咱不装啊 也不矫情啊 实话实说 是难受 但是呢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难受啊 好像是什么责怪粉丝们不给我面子 不是那种 其实就是觉得有点遗憾呢 怪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仔细的深入调查一下呢 因为我这个人做事情啊 总想到做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啊 有点强迫症的意思啊 不过呢 我想这个既然视频已经发布了 那就只能这样了 顺便我吐槽一下这个油管啊 油管呢 什么都好 就是不能替换视频 这点比较郁闷啊 搞得我想改都没机会改啊 除非我删了这个视频重新上传 那之前的那些非常好的评论 还有那些点击量都全没了嘛 所以说啊 等以后吧 等我有大把时间的时候呢 可以把前面这些一些错误比较多的节目呢 给重新演绎一些 重新录一下 我还看到有不少观众朋友们呢 看了一两集我的节目之后呢 就打算从头过一遍我的所有的节目啊 我看了之后呢 真是太感动了呀 这可了不得了呀 太捧场了 不过呢 我有情提醒一下 当您看我前三集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的早期作品嘛 非常不成熟啊 一大堆毛病 表情呢 非常僵硬嘛 而且还拿枪拿掉的 有些话说的呢 也不合适啊 你比如说什么 加拿大的雪比较白 这种情商不怎么高的这个屁话 你原谅我 谁没有年少无知的时候呢 反正我我反正已经原谅自己了 您看的时候呢 就轻点拍砖就好啊 我个人感觉其实从第四集之后呢 就稍微自然点了 不过呢 虽然说是前几集有一些遗憾了 但是做节目嘛 毕竟做了这么多 有不喜欢的就一定有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有那么几期啊 知识点非常密集 而且个人发挥的也不错啊 你比如说那个庄野大谈第十三集 讲那个联邦跨海大桥和PEI的省会 夏洛特敦的那集 那集里面刮蹭到了加拿大独立那段史实啊 讲的还行 另外讲那个庄杂第27集 就是讲纽芬兰加入联邦之后啊 这个经济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经济发展的怎么样啊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集嘛 那集讲的还行 后面还有那个比如说第35集 讲鲸鱼的 还有第36集讲那个 纽芬兰岛上那个福戈岛啊 这个里面的 其实都是我平时关注比较少的这个话题 比如说动物啊 艺术啊 这都是我不太擅长的 所以说查了不少资料啊 那也挺不错的 另外呢你看那个第39集和第40集 就是讲那个远征51度啊 越野探险的那个 那两集其实也挺好看的 另外你看还有什么 庄杂第50集 讲那个英雄哥伦比亚 和那个阿拉斯加的历史 还有讲那个第55集 讲奎独为什么被干掉了那集 还有第57集 讲那个阿尔伯大省的石油工业 那个都是查了不少资料啊 后面也有了 但是我也不能都说了啊 不是说别的不好看呢 就是说上面这几个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 另外我还有几个专题系列 做的还行 你比如说那个1812年战争系列 以及那个原住民的儿童寄宿学校 那个那个系列 还有那个2021年9月份的 加拿大大选系列 还有那个一个月之前的那个 我做的加拿大自由车队系列啊 这些节目其实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我推荐您呢 有时间的话重点关注一下 而且有不少观众朋友们呢 其实还是挺喜欢我 我的这个风格 但是呢 话说回来了 有喜欢的就肯定有不喜欢的嘛 有不少观众呢 可能看两眼就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觉得我这个节目的时间太长了 有人觉得这个背景音乐不好听 太吵 这个呢 您批评的对啊 我能改的话尽量改 尽量按照您的意思调整 反正我觉得吧 您要是批评我呢 是看得起我 您别看我前面 跟您开玩笑的时候咬着牙 说看到批评心里不爽 这您别在意啊 您该说就说啊 我这个人呢 脸皮比较厚啊 其实没那么脆弱啊 而且我做节目的 我实际上就是想做一个文化交流性质的这个节目啊 你想啊 没有交流就没有进步嘛 而且你也能看出来 我基本上对所有这个粉丝的提问呢 都是有问必答呀 不管你是骂我的还是捧我的 是吧 除非我没看到啊 只要我看到了 就一定回答 就算我没时间回答呢 也会先点一个小爱心呢 所以说我回答粉丝其实还是挺给力的啊 这肯定比一般的up主做的都积极啊 这个说实话 这你们要珍惜哦 还是因为现在这个粉丝量不多嘛 我还能有时间亲自作答 等以后啊 这个粉丝达到了一个小目标 碾压老高和小沫 我有的时候呢 做梦啊 闭眼睛一想啊 哎呀 等什么时候达到了那个高度啊 老高都需要仰视我 你看 每天光这个评论那就得几千条啊 你们还指望我亲自回答你们的这个提问 指望一个在加勒比海躺平度假的这么一个 早餐吃油条吃一根扔一根 这个时候的我怎么呢 还亲自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别美了 哎 想起来都是眼泪啊 回到现实啊 回到残酷的现实啊 有人问了啊 说庄严你现在有多少粉丝了 比你的这个小目标还差多少呢 说了都脸红啊 你说这个油管上啊 我现在目前是三千出头啊 这个西瓜视频现在是一万八千左右 B站上呢 这个年轻人比较多嘛 估计呢 对我这种 这个跟卡拉伊这个扒杆子打不着的 这个满脸沧桑胡子拉叉的大叔这个路数呢 不太适应啊 所以说B站上的粉丝还不到一千呢 就算这些加在一起也不过两万出头嘛 对了 还有那个国内我还有一个平台叫做百家号嘛 但是那个百家号我基本上我也不更新了啊 只更新到五十多集 那上面粉丝也应该也不会太多啊 所以说呢 我看到有不少这个油管上的观众朋友们呢 为了把我的视频给分享给国内的观众朋友们看呢 还下载保存在发送 没这么麻烦啊 您只需要让您国内的亲友们呢 在这个百度上啊搜一下 庄业杂谈加拿大这几个字呢 就能找到我 不过呢 您应该只能在西瓜视频和B站上比较完整啊 至于百家号呢 只有前五十多集嘛 其他平台上您看的那都是别人搬运去的 不过他们搬就搬吧 我也不太在意啊 这个版权呢 我觉得吧 这些人呢 要是能够通过我这张脸呢 让他们挣到钱 其实我也挺开心的 无所谓 您搬吧 不过您在国内平台上看到的我的节目呢 跟我在油管上看到的节目呢 它不是完全一样 里面有一些出入 做了一些删解 您懂的 国内视频的这个审核标准 其实跟国外不太一样了 有些敏感的词汇啊 或者是图片什么的 就没法过审呢 所以说只能做一些妥协 啊行 咱们先说这么多 要是说的太多了呢 回头等这个 到了粉丝提论环节呢 就没意义了 不等粉丝问我 自己就全都给透露出来了 也不给粉丝们一点露脸的机会呢 也不好啊 行 接下来呢 咱们就看一看这个粉丝呢 对我的提问了 这个是我昨天在油管上的贴文上面的鼓励 粉丝们对我发问了 这集我就可以跟大家同意回答一下 国内的粉丝估计看不到啊 因为这个贴子是在油管上的 不过也不用遗憾了 油管上的粉丝们呢 其实也是一般粉丝啊 他们的问题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 OK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粉丝们都问了哪些刁钻的问题啊 咱们按照时间的顺序呢 一个个回答啊 第一个问题啊 这是个日文啊 叫金安 念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什么原因让你在那个年代移民加拿大 哪个年代啊 我是2005年底啊 登陆加拿大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说出来可能会让您失望啊 我当初出国其实没什么特殊原因了 其实就是想换一种活法 我对移民其实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抱着这个无所谓的态度啊 能办成呢就出来看看 办不成呢就拉倒 这不是我矫情啊 实话实说啊 因为我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当时还还不错 因为我前面说了嘛 我一开始是在北京的一家 当时也算是大厂啊 在里面做到中层经理啊 然后呢我又跳槽去了一家外企做产品经理 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也年轻嘛 事业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啊 但是为什么我要移民呢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太太啊 他其实也是在一家外企上班啊 而且那个外企也是一家世界顶级的公司之一啊 但是他的绩效压力比较大 因此说他比较想出来换个活法 比如说出国读一读书什么的啊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决定也是全力支持的嘛 毕竟出去看一看也挺好的 于是呢我们就一起办了这个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嘛 那个时候办技术移民还相对容易一些 而且还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嘛 你年轻他就有试错的资本嘛 你再加上我当时从事的这个计算机行业 这个职业经验在加拿大也算是紧缺嘛 所以说应该不至于找不到工作是吧 我就算混不下去了 我再回国应该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啊 于是呢就这样呢 我们俩就抱着一种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个 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呢 就办的这事啊 结果没想到成了啊 登陆以后呢就一直待到现在啊 所以说屁股比较沉啊 安顿下来之后呢就懒得再挪窝了啊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接下来咱们看第二个啊 这是一位叫做 Hanford Wu 不知道是吴先生还是武先生啊 还这么问的啊 在加拿大你看到过的最震撼你的自然风光是哪里 您最喜欢最不喜欢加拿大什么方面 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多伦多什么方面 这实际上是五个问题啊 我一个一个回答一下啊 问的还真挺有水平的 我还真费了一些时间去思考啊 和回忆啊 最震撼的自然风光啊 这个其实是循序渐进的啊 我刚来加拿大看那个尼亚加拉瀑布呢 当时就震撼了一下 之前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瀑布啊 后来呢 我去那个海洋三省啊 在那个卡伯特公路啊 那个天空步道那块呢 又把我给震撼了一下 不过呢 很遗憾了 我去的地方比较少啊 没有 还没有亲自有机会去班夫啊 什么纽芬兰岛啊 这些震撼景色非常多的地方去啊 所以说我相信呢 那两个地方呢 一定会有更多的震撼带给我啊 今后有机会的 OK 接下来是 你最喜欢加拿大什么地方啊 这个其实是比较好回答啊 因为加拿大其实有很多 我比较喜欢的地方 你比如说那个美丽壮观的这个自然风光啊 高效廉洁的以人为本的这个政府服务 还有什么公费医疗啊 各种这个对弱势群体的这个福利保障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种这个 心灵上的安全感 这个是我一直可以留在加拿大不走的这个终极原因呢 加拿大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其实是相当高的啊 他这个对私人财产的这个保护啊 以及他的控腔的政策不像美国啊 而且他没有这个种族歧视啊 至少官方上没有 明面上必须没有 而且加拿大的这个多元文化政策 在这里面是功不可没啊 另外呢 你就说找工作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年龄歧视和健康歧视啊 另外呢 你看这个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在免费医疗方面 是吧 反正呢 就是加拿大总体上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安全感 感觉生活在这儿没有那么多的焦虑啊 那位观众也问了 你最不喜欢加拿大什么方面呢 这个也有啊 你比如说 加拿大这个社会整体上来说呢 他做事情比较循规蹈矩啊 这一点呢 其实您在职场上混的人呢 应该能看出来啊 他一般在某些职位方面呢 有一定天花板的 看不见的天花板在挡着 另外呢 你看你找工作的时候呢 这个加拿大的雇主呢 特别看重这个加拿大工作经验 对于这个新移民的这些工作技能呢 不太认可啊 嗯 除了这些之外呢 在你比如说这个 因为远离祖国嘛 不够热闹这里 中国文化比较少嘛 亲人离得太远 而且加拿大你看还有这个 土地利用率的问题嘛 就是太大了啊 到处什么都平铺 干什么事呢 都得开车 还有其他的呀 你比如说那个加拿大的这些 有政府参与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那慢的跟蜗牛似的 总是拖拖塌塌 好几年都干不完呢 有的拖了十多年都有啊 所以说这个效率是个问题啊 不过你要是问最不喜欢哪块呢 还是看病这块啊 因为它的平均等待时间有点长啊 而且你要是没有健康卡的话呢 就比较贵啊 你说如果要是家里人从国内过来探亲呢 要是生个病什么的 就比较纠结啊 多伦多是吧 最喜欢多伦多什么方面呢 多伦多这是一个商业氛围很浓的城市啊 它比较像纽约啊 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这个经济腾飞的感觉 而且他工作机会也多啊 你生活在多伦多的市中心呢 你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方便了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老领导嘛 人家退休了来到多伦多嘛 人家家里有钱呢 但是人家呢 就是喜欢在多伦多的dowtown买个公寓啊 在里面生活 那感觉你看他就觉得 人家生活比较省事嘛 又方便还热闹 所以说多伦多其实挺好的啊 最不喜欢多伦多什么方面啊 这个其实我个人来说呢 我最不喜欢的是多伦多的冬天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总是阴沉沉的 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特别长啊 几乎半年嘛 你没法进行这个任何户外活动 半面也不好看呢 到时候都是枯枝烂叶的 所以说这半年基本上没什么户外活动啊 不过自从2019年之后 我喜欢上滑雪之后呢 冬天倒不是那么难熬了 不过我还是不喜欢多伦多的冬天 为什么 因为雪季又太短 雪还不够厚啊 你看人家这个温哥华旁边的那个 惠斯勒滑雪场 你要是怕冷呢 不喜欢冰雪运动 你就你就待在温哥华市区 享受这个温暖的温度嘛 你要是喜欢滑雪呢 往北边开车一个小时去惠斯勒 那滑雪一直滑到五月份 馋死我了 OK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啊 这位叫AmyYY 她的问题有意思啊 为什么你录制的视频这个厨房啊 总是这么干净 你是不是都不做饭呢 首先呢感谢您的表扬啊 夸我厨房干净吗 就是捧我啊 不过我家做饭其实挺多的 其实也没那么干净了 这不是要录节目吗 也不能说是到处乱七八糟 后面这个锅耳瓢盆一大把 油烟乱窜的 这也影响您的心情嘛 所以说简单的收拾一下 当然也不用大收拾了 至少先把这个锅耳瓢盆那给拾到一下 看着整洁就行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你看这个灯光打的比较亮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厨房的整体的白色的色调 所以说就显得比较干净 就是因为这个厨房是我在2019年搬进来的时候呢 我自己画出来一张图纸 然后交给装修师傅 按照我给的这个设计图做出来的 比较符合我自己的审美啊 你看全是一水的这个白色系嘛 但是这个白色系呢 它有好它也有不好啊 就是好处呢就是熟拾干净了确实很漂亮 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呢就是 它不藏脏啊 有一点点的污渍呢就显得很扎眼 尤其是我这种你看 凡是喜欢追求半吊子完美的这个半强迫症患者呢 看到污渍呢我就感觉不舒服啊 就经常需要擦一擦 你比如说那个葡萄酒啊 茶呀咖啡呀什么的 水渍啊什么的 在吊的台面上都得擦掉 有人可能说 茶呀酒啊咖啡还可以理解 水渍还用擦吗 不透明的吗 需要啊 这个估计您不知道啊 尤其是水渍呢 在普通台面上行啊 你可以不擦 隔两天再擦 但是在水龙头附近呢 你最好经常擦保持干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水垢啊 长期留在这个水龙头附近的话呢 会让那一带的人造石啊 或者是大理石啊 在这个台面呢变黄啊 我有很多朋友 家里的这个水龙头附近呢 就是颜色有点变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 因此说呢 这种白色系的厨房呢 其实对那些稍微懒一点的朋友 我们来说呢 不是一个好事啊 不过在我眼里呢 在话说回来啊 其实 我觉得这是白色系厨房的一个优点 为什么 因为它经常能强迫你去擦 一方面呢 也锻炼了身体 另外呢 这个厨房总是干干净净的呢 你使用的年头不也长一些吗 是吧 OK 第四个问题啊 这位网友叫做月明星熙啊 谈不同城市的历史的同时 也希望庄爷讲一讲 当下的方方面面 给咱们新移民选择城市提供一些建议 谢谢 您这个建议很好啊 我的视频其实 选题的最主要的特点呢 就是不要有太强的时效性 就是说呀 无论过去了多久 您再回头看我的视频呢 都可以吸取到营养啊 而那些时效性比较强的新闻呢 你比如说 今天哪出了个车祸呀 谁家跑丢了个孩子啊 这个月的房价又涨了多少啊 哪块地方又有枪击案呢 过了一周 其实就没什么价值再回看的这个话题呢 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做 主要是因为对不起我那份辛苦啊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个 对于新移民选择哪个城市呢 这个话题特好 您能让我收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啊 回头我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谈这个话题啊 特别好 OK 第五个问题是 庄大爷的头发 是不是因为订阅太少而头发掉光 这谁呀 我看看啊 孙凯 我就知道是你 我记一下啊 回头我打击报复一下 你这个你这个纯粹就属于 没事找抽行的问题 哪壶不开提哪壶 就说我的伤心事啊 你看我录节目的时候一直戴着个帽子 那不就是因为我脱发比较严重吗 当年我试小鲜肉的时候 头发多的时候 头发一直到这儿了 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叫美人尖嘛 好看的很 很精神的 而且那个时候头发多嘛 给我的脸的空间也不大嘛 现在好了啊 从那个2010年之后开始呢 这个发际线呢就不断上移啊 那是真给我长脸呢 这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为什么 因为我爹就这样 这要遗传呢 所以说人不能跟自然规律做斗争 是吧 就这么着吧 也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了 你长得太漂亮也不好嘛 万一出去被这个女流氓给欺负了 那可怎么办呢 估计呢 听到这儿有女粉丝就表态了 是吧 庄大爷呢 您放心 我代表女流氓们呢 表个态啊 您呢就踏踏实实的 在街上晃荡吧 我们女流氓呢 再瞎眼 再怎么着 也不会招惹您的 所以说呢 这个头发少 其实还是很安全的 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个问题啊 第六个 这位叫Hugh Lee 他的问题是 您有否考虑题材转型 毕竟杂谈加拿大 可聊的也差不多了 每期视频呢 付出很多心血 很精彩 但是流量提升并不快 大家对这类话题 并没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 反倒不如那些 时政热点类账号流量来的快 谢谢 Hugh这个问题呢 也很有代表性啊 这里面谈到时政了啊 确实有不少粉丝呢 愿意听我聊这个时政话题啊 真免时弊啊 我这是嘴也损啊 所以说挺过瘾的 其实两周之前呢 也有一位粉丝啊 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呀 只要对这个社会有进步啊 咱们谈一谈政治又如何呢 是吧 这个我解释一下 的确我不太触碰政治话题啊 就算触碰到了呢 更多的也是知识讲解性质的啊 对于那些争议性比较大的议题 你比如说这个俄乌战争啊 什么中一西一啊 你比如说什么什么疫情啊 这些话题呢 都是容易引发这个群殴的啊 所以说我一般不太表态啊 说我支持哪方不支持哪方啊 或者说我原则上尽量不去触碰这些敏感的事啊 这个您其实也很好理解啊 我好歹也算是一个理科生嘛 虽然说是半个啊 我对那些客观性比较强的东西呢 更有感觉 而那种你看政治观点呢 或者是文化评论的这些主观性非常强的 对于我来说呢 不太好把握 因此说呢 是吧 当然确实 谈这些话题呢 实政话题呢 短期内啊 的确啊 容易聚粉 蹭热点嘛 但是你要是从长期来看呢 呃 太多过于偏激的观点 或者说是政治立场太鲜明的话 容易引发这个观众的对立情绪啊 对这个频道的长期建设来说呢 尤其是我这种致力于文化传播的这个频道来说呢 不是太好 路也会越走越窄啊 这也是我之前长期做论坛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这种蹭热点评论时政的话题也许能挣到钱了 但是那不是我的理想啊 其实估计你也看出来了 我其实是希望我的节目去促进大家互相理解 以及互相包容 而不是为了这个提高收视率而刻意的去搓火 让这个事态升级啊 或者这么说 其他的频道呢 您可以通过鞭挞别人 或者说是说批评别人 让自己的这个频道呢 去表达一下您的观点 这个我尊重您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我更愿意通过弘扬一种我认为对的事情 更愿用这样一种路数呢 来做事情 您比如说什么尊重科学啊 支持人们的关怀啊 或者是提倡什么种族平等啊 世界和平啊 这些绝大多数人呢 都会认同的这个价值观呢 去间接批评那些我认为比较反制的行为 但是我不直接说啊 我觉得一样啊 是一种殊途同归嘛 效果差不多 但我这种路数呢 可能更适合我的性格 因为我一直主张的就是 言于律己宽以待人嘛 你犯不着去说别人 或者批评别人嘛 你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啊 再者说了 那谁的脖子上不都架着一个脑袋吗 人家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你告诉他们什么是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对的啊 人家爸爸妈妈学校老师呢 都做不到的事儿 你凭什么你一个胡子拉叉的装大也能做到呢 所以说咱们只能说把这种 我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来的这个资料呢 给您列举一下啊 最多我提一嘴 我个人觉得这事儿应该是什么是对的 是吧 严禁于此 其他的事儿呢 交给观众朋友们呢 自己去思考啊 尽量不要让我自己的政治立场呢 去影响和左右那些 看我节目的观众们的这个独立思考能力啊 这个也是我节目的努力方向啊 OK 咱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啊 这位叫 出诺称 作为几百订阅就关注的老粉丝 谢谢啊 今后的节目有什么规划吗 能否出一个关于加拿大著名历史人物 或者是著名企业的系列 另外呢 或者每周聊一聊加拿大本地的时政新闻 我觉得如果开拓加拿大时政类的话题啊 非华人时政 在华语圈呢 会有很大的潜力 您这个问题问的挺好啊 其中有一部分我前面已经回答了 关于本地的时政新闻呢 就像那个北美崔哥那样的 每天聊一聊本地发生的这个新闻呢 这个确实是一块比较好的话题啊 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啊 我同意您说的啊 在华语圈呢 会有很大的潜力 因为咱们华人媒体之中呢 做的好的新闻评论方面的节目其实不多啊 但是我暂且没有打算去碰这块 为什么 因为有两个原因呢 一是因为时效性太强了 需要日更啊 我没那么多时间呢 这个除非我做全职啊 但是我现在你看 我还苦哈哈的这个上班嘛 指望着工作养家嘛 所以说 这个时间是个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自认为啊 我对加拿大的社会还不够了解 经的事还不多啊 我要做这个时政评论类的节目呢 我需要候积勃发 您呢 容我做完庄业砸谈加拿大系列之后呢 到时候我再看自己的水平啊 到时候再看啊 至于您问我今后规划这个问题呢 目前我还是打算以聊加拿大为主啊 因为你看加拿大这个国家呢 前面有位观众不是说了吗 加拿大可聊的也差不多了 其实这句话我不是太同意啊 加拿大这方面可聊的话题其实太多了 后面呢 有一大堆加拿大的专题系列呢 在后面排队等着呢 你看我这现在不是在讲城市系列吗 那还没讲完呢吗 你看我讲完了温哥华 BC省还没讲了吧 除了温哥华之外的其他城市 是吧 还有阿省安省一个个的 那么多群众都眼巴巴的盼着呢 就算说完了城市和省份 那后面还有啊 你比如说什么 加拿大的领土变迁时 加拿大的总理系列 加拿大的名人系列 还有这位这位网友在问题中提议的 这个著名的企业家系列 是吧 著名企业系列 另外呢还有不少观众想听的这个 比如说移民来到加拿大最推荐去哪个城市啊 还有加拿大的学校啊 教育制度啊这些都可以做成系列啊 所以说话题多了去了 我就算是一周一更嘛 我再讲一到两年估计都讲不完 而且呢 我讲完加拿大之后呢 大概率还会讲一些我个人比较擅长的 比如说英国历史啊 美国呀 这些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这个系列啊 那都是保不齐的事儿了 所以说话题我是不发愁啊 有的是说的 只要您一直关注我呢 我就一直会坚持下去啊 OK今天呢估计又超时了吧 罗罗素素讲了一大堆啊 还回答了不少粉丝们的提问呢 可以看出来呢 粉丝们在提问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疼我的 是真爱啊 没有提那些特别敏感 特别不好回答的问题啊 你比如说了 我做这个油管频道 一个月能给我多少钱呢 用的是什么设备啊 你庄严你是现场发挥还是有稿子念的呀 如果我要是也想进入UP主这个行业 有什么门槛啊 或者是需要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或者说你的微信号是多少 咱们能不能换个微信呢 所以说 其实很多这些 我觉得可能会被问到的一些问题呢 结果你们一个都没问了 所以说 因为我理科生的这个想法 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啊 不过既然你们没问呢 那就不怪我了 那我就藏着了 OK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啊 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呢 那就更好了 庄严呢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 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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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